大家好我是小朵那个又来干海浪看后面 这只是啊那个那个 什么什么一毛啊 很少一部分 大部队在那边好几百人在那挖蛤蜊的 最近吧 之前话还不是很多 所以说你们对你不要过来玩 这大部分都是那个蛤蜊花甲啥的 看那边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特别特别多那个人 很多朋友问我别人都在那挖蛤蜊你为什么不挖 那蛤蜊不太多了 那个你去多想我多钱我爸去了那个一个来小时挖了一瓶回来 我一般来干海我就是想找点 比较值钱的你像那个小花蝶吧 45块钱已经很便宜 那你像螃蟹啊或者巴掌鱼啥的现在就不一样了好贵好贵 所以我们都现在宁可找好几个小时找点值钱货也不愿意去挖那个 小嘎了 这是个大山蟹吗 哎呦 死掉了 可惜了 我行的也不是 先热热身影看看这里 有多朋友不是想看什么洞吗就这样的洞啊 啊这个还不朽啊这个 挺大呀 但是里面不太好抓呀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啊 小伯 来了 呵呵呵 恐怕那个 这个地方我虽然到吧但是这是一块包机呀 什么海线都有 啊 我千里 这还有个八爪鱼这个公公是个头了 肚子 他要的这边是有八爪鱼 这咋让人给斩熟了 这怎么光碰下这个 一个死螃蟹 来货了黑啊 老伙计 在吃饭了 吃什么东西的 光是壳啊 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想要你我也不想抓你 朋友们都想要你 可以 敲这种蓝色的 老一鸣呢我帮他把这个毛 拉一下 好啦 哦 哎哎哎 哦 不一天 这边干的鸽头很快 不算很大 到前面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挺危险的 走几步就陷进去了 但是抓海线就这样啊 没办法 哎 再捧我先 这又是那个恐龙蛋啊 就是这样的动 哎 一下就进去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差点跑了 哎 哎 把这鱼 看 嘿嘿 哎呀 没白过了呀 还有小鱼 啊 这什么鱼这是 这个鱼给放了 不知道什么鱼 我还得起来哦呦这火力 哦看 这怎么看起来像个皮皮下动 在这边 哎不对不对不对里面不是皮皮下 我试着了啊 不对不对 哎跑哪去了 不是皮皮下不是皮皮下啊 哎 在这里看 这个动物打的还还挺艺术的啊 打哪去了都 哎呦 一个劲的往下端这个啊 这里面是应该是瞧八爪鱼 你还不出来啊 啊 还不出来 肥腿让我硬好是吧 都是大八爪鱼 这个机房啊危险很少有人过来啊 哇塞 不朽 这上面表面上看起来啊 风平落井 啥也没有 实际上啊 里面啊 全都是货啊 啊 小嘎了啊 洗一下 不朽还是花甲 这个应该是恐怖蛋啊 啊下去了 还有个嘎了在一边啊 全市的你们想挖花甲 那真的是太简大了 这地方到处都是 哎呦 跑得很快哦 哦 看 肥子我给你扯断了啊 你再铺来啊 啊 再铺了把你肥子给你扯断了啊 让你试试我得很一处啊 看 哈哈哈 看个这个火力 还有个垃圾罐 这地方 这里面没有吗 这里面没 没白来啊 真的没白来 看这吸盘一下就吸上了 会 这个地方就这样 一直往下掀 哎哎 坏了坏了 坏了坏了 再打动 我还牵了 二连 你看啊 这也不知道谁刚走过去都没看到 来 小海螺 长的这种 另一个品种 这种新型摸眼螺太多了 看这个小虫 这要让你们一趴手上 那不吓死 这很多朋友 一直建计大学 一直私信我 或者评论以为我 大学怎么用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 说句实话吧 他还那样 我现在都愁死了 吃不进去饭 天天恶心 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这个有点红一朵 没东西 这里面刚才 有货 漏桥腿 让我一过来一下端去了 你们才在试啥 哎 去哪儿了 摸到 哇哈哈哈哈 哎呀给你个起如日子干 大长腿 弄了一朵为啥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虽然说累吧 但是看到收获还是挺欣慰的 够吃的了 也吃不多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啊 拜拜 拜拜